各位,我們有川傑國同志的二十大承諾 希望可以使美國再次偉大 承諾還承諾,是不是簽一紙法案做得到呢?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其中我覺得很多都是隔虛騷養 對國家沒有什麼特別的用途 但是對選民來說似乎挺好聽 首先封閉邊境阻止移民入侵 第二個就進行最大規模遣返 這個是美國歷史上沒有的 你可以遣返別人肯收 你不是說我遣返 那人就可以回去 你回去吧 那人就會轉頭自己走回去 沒有什麼的 所以他說而已 可不可以做到就不知道 他說要封閉邊界 就是為人多點巡邏 然後他就說要停止通脹 只要美國可以負擔得起 通貨膨脹 不是說你要停就停 拜登已經搞了幾年了 現在都未曾搞得怎樣 會不會他一指命令就立刻停 要做些什麼呢? 不知道 然後就說要使美國成為主要的能源供應者 全世界最大的能源供應者 仍然希望燒多些化石能源 接著就是stop outsourcing 不再將工作向外偏移了 要將美國轉回成為一個製造業 super power 超級強國 台積電 有很多公司都試圖把產業搬回美國 搬回到美國 另外有一些現性的產業 譬如波音公司 我覺得波音公司真的可能會倒 因為實在太多問題出現 他們的starliner 就是升制客機 上了就回不了下來 現在就說可能要拖到明年二月 本來打算上去八天 現在變了八個月都不知道 真不知道他有沒有機會可以重組 另外知道波音公司737 MAX很大問題 然後製造一些新客機 可不可以有足夠的客員 繼續幫他買呢 因為很明顯 中國都不會再跟波音買飛機了 很危險 當然波音有工廠在中國 會不會波音終於要撤出美國 在中國做飛機買全世界呢 這個不知道 好 接著第六就說 要做大規模的稅務減免給工人 有一個最重要的 餐廳服務行業 他們要靠收貼士 這些貼士不抽稅 不用報稅 好 第七就要維護自己的憲法 各種的build of rights 和基本的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 宗教自由 和準攜帶武器 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 可以擁有和攜帶武器 要保持這些 第八 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個好 但問題就是可不可以防倒呢 就是要重新 歐洲和平 和中東 要重新做一個 Iron dome missile defense shield 我以為自己國內頭頂 做一個鐵頂蓋 防止別人入侵 但當別人用高超音速導彈時 你那些防飛彈那些 都不夠那些飛彈力得快 未必可以防得到 最好都是政治上解決問題 第九 就停止將政府武器化對付美國公民 美國人民 當人民反對時 你必然會這樣做 所有有權有勢的人 遇到人民反抗 自然就會動用國家力量 這個不能談 第十 就阻止移民引起的犯罪 就是疫情 疾病 Demolish foreign drug cocktail 拆毀外國的毒販 第一 將一些gank violence 集體暴力 就要毀滅 以及將一些有暴力的人 鎖起來 這是第十 十一 就是重建我們的城市 包括華盛頓 使得他們安全 清潔和美麗 這是一部分 但是美國的基礎建設 包括其他的道路 橋樑 機場 港口 電力輸送系統 水 我知道美國現在很多地方的水 是完全不合標準的 但是水喉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動過 當然水可能是地方政府的事 聯邦政府也未必做得到 他們的基礎建設 好的 如果你可以做得到城市更加美麗 當然好 十二就是要強化和將自己的國防現代化 以使得成為世界上唯一最強 最強的武力 最強的武力 現在美國已經是全世界 但是在國防之中 似乎最多的國家 它自己的國防預算 等於後面跟著的七個八個十個 不知多少個 總之一大堆 超過八個的國防預算加起來 還要多 所以我不知道它怎樣才會更加強大 好 第十三 要美元成為世界繼續的儲備貨幣 它在任內 即如果它真的選到 2025年上任的話 去到2028年 美元會不會倒閉呢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5050 仍然是有機會不倒閉的 但是我到時 有幾多國家還是大部分用美國 美元或者美國債券作為儲備 這個就不知道了 如果它能夠保持到美元 可以維持到這麼多年 它上面講很多話可以做到 但如果它真的有什麼冬瓜豆腐 就突然間大家都認為美元不作可靠 美國政府也是沒有錢還 如果美元突然間要倒閉的話 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位置 就非常可疑 第十四 就要保護它們的社會保障 和它們的medicare 即是醫療 削減 也不會改變退役年齡 第十五 將所有限制將要實施的電動汽車計劃 全部不能關掉 即是它們不走電動汽車的路 將整個電動汽車的賽道 雙手讓出來 多謝它 很多謝川建國同志 第十六 就是對一些學校推出 所謂的critical race theory 那些種族理論 critical gender ideology 那些性別 和其他不合理的種族性別 或者是政治的東西 那些學校就斷了 斷了聯邦支持 第十七 男人不應該參加女子的體育項目 第十八 那將一些支持 哈馬斯的極端分子 radicals 就要從學校園趕出來 要使那些人重新愛國 即是換句話說 以色列繼續在加薩地帶 這些種族滅絕行為 他就會被認為是非法 他就會嘗試將這些人 逮捕驅逐 他現在是deport 我不知道要將美國人deport去哪 他是美國人 他在美國抗議支持巴勒斯坦 要趕他走 趕去哪 第十九 要將自己的選舉要保護好 要當同一日可以實現到點票 要核實和證明那些人是市民 第二十最後一個 要團結國家 咦? 抄 抄 為什麼我說抄呢 我們知道中國很講團結 但現在 哈里斯 卡馬拉哈里斯 提出同一樣樣 小費免稅 他說哈里斯是抄 現在我可以抓住 你又抄 中國政策 你說團結? 哈 哈 哈 他現在無論如何 我們要團結 使得我們可以在一起 達到一個新的 歷史上的成功指標 說得挺好的 說一下 是否簽個法案 那就搞定了 每一個後面 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利益 而你要做這麼多事情 譬如要把城市剩好 那些錢何來呢 是不是又是這樣繼續大筆一揮 發出政府債券各債 如果繼續這樣做的話 那麼 必然 大家 喂 你美國佬有沒有心還 還不還得起 現在呢 已經是35萬億 平均每一個 美國的人 無論他大小 要為政府負擔超過10萬美元的債務 那些負擔超過10萬美元的債務 是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說的是 萬億級 我們說的那些債務 可能是億級 10億級 20億級 或者100億級 這些大富豪 那麼再想一些的人 就很肯定 就是我們不知是誰 那些萬億級的那些人 但是他們肯定 就不會無條件拿出來 來幫美國政府解決這個稅務問題 這個債務問題 對不起 債務問題 那麼 他的債務要不要搞定呢 有沒有錢 做他想做的事 有些事不是說你簽個法案 我要趕你走 那些人就會走 要別人肯收才行 是 他在這裏 有些我都贊成 譬如學校裏面 那些什麼 Ratical Race Theory Ratical Sex Gender Theory 這些全部 應該全部踢出去 這個沒問題 有些我贊成 當然我不是美國人 我贊成也沒用 但是我覺得這些是應該做的 譬如把城市整好 這些應該做的 問題就是 如何做 哪些人來做 有沒有錢來做 是不是說就行 這個我絕對不相信 所以 村基國同志繼續努力 我們希望 他能夠成功地 完成他這個二十個承諾 只是承諾來的 這個二十個承諾 做不做到呢 祝他好運